歷史上,中國雖然宣佈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但 沒有真正派出軍隊而真正捲入戰爭的中國人 以十四萬北方農民為主組成的中國勞工,協約國稱 中國勞工女他們為協約國西線戰場提供了重 勞動力,當中數千華工更嚇死異域 在歐洲戰場,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在德國的步步緊迫下選 慘重,僅僅一九一六年七月發生的索武河之戰,Battle of Song,英軍相亡就 四十萬隨著戰爭的演進,協約國面臨嚴重人力資源 機當兵員銳減,勞力其決,難以為繼之時,英國一 軍官提出,為什麽不用中國人,為了讓更多的歐 人從工業勞動中解放出來走向前線,應發張他 的目光,投向價廉豐富的人力資源上,希望中國 可以作為工人前往歐洲支援協約國作戰在德 無瑕固及遠東地盤之下,應發舉行大規模勞工 無由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不願意得罪德國人,計 一開始都是半官方,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中國宣佈參戰,正 轉由中國政府勞工部負責輸出勞工,當時,英法 北華工非常嚴格,凡患有眼病,肺結核,性病及牙 這軍被拒絕招募的華工以山東人,湖北人為主 外環有一部分人來自遼寧,吉林,江蘇,湖南,安徽 至今宿選拔後的華工被集中在威海衛展開展 軍事訓練,等待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法國 從一九一六年五月,出第一批勞工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九一八 十一月,相繼有十四萬華工遠涉重陽到達戰火 我分非的歐,展開曲折間新勞工歷程法國歷史檔案 兩相關文獻資訊,當中報紙Alexel Sir,在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號,報道首批 國勞工到達馬賽港,並以充滿期待的態度去描 這些華工通過仔細挑選招來法國大部分來自 國的北方、彼安南、越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 氣候體檢報告認為絕大部分華工身體健壯 對門國家繼續在哪兒招工事個好消息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間 法兩國在中國共招募的十四萬華工,近三分之二位 東人,他們在歐洲後多從事挖掘戰號、捉路、救護 原等戰勤工作,犧牲約兩萬人,有的只有公號、連 自都沒有留下其中有一次事故發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國潛艇在地中海海域,擊中運送華工的郵輪、船 五百四十三名華工全部葬新大海岸照最初約定華工的郵 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事實上華工的工作 幾?都是處於最前線法招華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 當時對勞工有需求的企業都會便用華工、郵報 斯特、馬塞、以致里昂、敦克爾赫、鄧扣克、兵工廠、也 化工、建築都有華工身影至於應招華工則幾乎 報頭放到前線或戰號、收足工事、埋思數類等 至一九一七八月中國向德國宣戰、法方監管下的中國公 開始。前線、許多華工在掘埋屍體或台運雙兵的時 精神刺激被關進了封人遠有的還向前線運送 若,另一些人就留在了英法戰號收線掩體據了 在一九一七年法國皮卡帝的一場戰鬥中 英軍士兵全部 雙、收線戰號的華工就拿著工具衝入陣地與得 搏鬥,當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戰死 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增結束,法國依然需要勞動力 中國工人於事計 工作,他們和法國公民一樣自由中國勞工女的 多數人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零年回國 據估計留下來的三千人 在了法國,小部分還取了法國人做妻子 自於為 國工作的勞工則未能獲得融入當地社會的基 英國政府把他們全部遣返回國 賠償地